宿角雖然是表演,但仍然有他真實的一面 宿角界內部的事情,你又知道多少? 這個世界這麼大,不僅只有一間WWE Rainnator! 右腕一本,Rainnator! 歷史動了! 歷史動了! 如果你是一個宿角迷,或者對宿角界有興趣 我,Rick,會帶你進入宿角界最真實的一面 逢星期日,Only One Radio 宿角時報,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著你聽 Rainnator! 哼,名牌教練 你走錯一步棋,我都插到你飛起 哼,天王巨星 你打擊都不起,我都罵到你怕地 冠軍大熱啊? 你不預期我都不跟你客氣 我們繼續 應讚則讚,應插則插 Only One Radio 全港最抽得發聲籃球雜誌 Run! And! Dunk! 喂! 其實我們有什麼抽得呢? 抽水咯! 噢! 噢! 我早上一起床,我沒有看的 你身 我一起床看,比笑 怎麼這樣呢? 唉,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先看看球場 漂亮不漂亮 是不是很像我們那天去看那個 圓狼看那個 對 那天還說還沒蓋好 已經蓋好 這麼快? 對,用一個星期時間 搞定 這就是西班牙的領隊 敵寶司機 再見到這個 我比較驚訝的是 我看到他們沒有掛帆布 啊 沒有掛帆布 去假裝那些 那些 這麼快要換虛了 那... 雲高爾 那... 今屆世界杯之後 就會去打... 去教這個萬聯的了 是 那這球呢 就很明顯一個十二碼來的 扔到 扔到 扔到的這個 很明顯 那這個呢 就大概二十六、二十七分鐘左右 其實很早時間來的 還早啊 迪雅高哥斯達 被勾跌 是啊 被勾跌 啊不是 勾跌 那... 這個就是 荷蘭的 迪遺跡 在禁區裏面 侵犯了對手 嗯... 那變了這裡 沒有啦 這個沒得說 很明顯 根本不用爭 一看就知道是 是啊 那你看到西班牙的 當然開心啦 開心啦 好啦 這個是迪雅高哥斯達 這個十二碼搞定 1比0 沙比亞朗素 那就成功操刀啦 那極型劊子手的 那個盾子一直保持著 是啊 西班牙的劊子手 一定是他 真的耶 沙比亞朗素 這麼多年來都是他 基本上第一個選擇是他 其實西班牙真的很多都還是保持著 都是之前世界盃獲冠軍 或者歐洲國家盃獲冠軍的陣容 其實基本上呢 這個班底 從二千年的歐洲國家盃開始之後呢 基本上都是這一派贏人 沒有變過 是啊 我猜是阿拉貢尼斯那堆班底 一路積下來那樣 是偶爾換了一兩個 例如由卡迪維拿變成桑法蘭 托尼斯變成維拿再變成波斯塔 不是 他們三個都在 都不斷接住 而且以前還有一個左閘 其實一直以來西班牙最… 我們先別說這個 很緊張這球 雲貝斯這球 豬狗不如 一追回就知道 你看看我有幾狗 嘩 我還沒回狗鬥了 下層我們一起吃狗糧 那看到荷蘭的粉絲很開心 就是因為這個雲貝狗 然後就是狗好 雲貝東相反 雲貝狗 看見他本身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反擊 盲仔真的一點都不玩 一腳斬出來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這個不是腳 這個是頭 但其實最漂亮的不是要近鏡才能看得到 為什麼呢 就是這一下 已經成為了全世界改圖的對象 對 這個超人起飛鳥 超人啊 Batman啊 全部都改了 然後還有這個屎筆噴火 那些 水火戰的朋友 你知道嗎 今天我在哪裡看到這幾張圖嗎 我從何魯正的Facebook看見 對 等我先舔一下 然後達陣 Touchdown Yeah 下屆一起吃狗餅 玩具兒 看東西 我是隊長 會不會下屆 真的讓他做隊長 不讓朗莉做呢 這樣教法 算了吧 朗莉 好啦 上半場1比1 這個比數 本來想著Calvin可以中 這個股球 誰知道 誰知道 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就發現 其實除了這個 這個荷蘭側田 就是這個 荷蘭側田 荷蘭側田 就是這個 11號的諾賓 就是黃家瑪德里的 舊部 現在去到這個 快樂園 什麼啊 車路士的舊部 車路士的舊部 沒錯 你看到其實 這麼多年以來 諾賓其實這些大賽的表現 都非常之好 他除了決賽不行之外 這球一套呼氣 通常他是決賽才不行 你連思郎也是這樣 你記得 都是翻版 他那個單都不進 對 為什麼 我進了 報仇 報仇 報仇廣播 看完 阿星卡斯 都一籌莫見 老貓消 鬍 這個波奇 看到他的組織 都很流暢 幾個人 就已經拆散了 西伯後方 還有諾賓他不是很急於跟你在空檔起腳 他寧願幫你做個第二次 才去起腳 可能就是成熟了 之前因為上太毒食 那些一定是先射了 你想想現在是八人無尼克 你有得不傳嗎 那倒是 你想想 你不傳的話 列布里不會傳給你 小豬也不會傳給你 高斯也不會傳給你 現在2比1 荷蘭 然後下去都是 小飛俠 羅班 踢一踢下去 這個波 豬九不如一射中眉 中眉 中眉 這個波其實豬九不如射得挺狠 不過就 而且角度都真的挺刁鑽 不過我想如果中籠卡斯拿斯 是不是也能夠救呢 這個應該 這一球我應該會比較容易比較 有機會救到 因為其實如果正 他站在正中間的算是可以 越圍 越左圍 其實沒有越圍的 我會用蠻聯粉絲的角度去看 是嗎 對 沒有越圍 文貝斯怎麼會越圍 他用錯腳 文貝斯是左腳 用什麼右腳 如果左腳是彈馬 就是卡斯奧斯 然後落不安心 你這個肺子 你不傳給我 我用右腳比你 那些就是 好了 這裡有一個佛球 中間 就丟入了 輕輕門前一腳 聖卡斯 卡斯拿斯的判斷失誤 有沒有犯規呢 這球 諸葛不如 遇上去 諸葛不如 遇上聖卡斯 要看清楚 因為我還沒在這裏 轉頭好像有個慢鏡 近一點點 去看到 諸葛不如 和卡斯拿斯 但起碼地遺跡 可以不用做 做完罪人 起碼做功臣 可以 可以 最重要的是這 這些就是冤魔來溫 去 看一看慢鏡 有沒有呢 小海 其實嚴格上 小海 可以吹 聖卡斯也是判斷失誤的 判斷錯的 判斷錯的 他好像差了整個球 其實這樣說 整晚看 最猛烈的就是看聖卡斯 怎樣去犯錯 如果看完整場90分鐘就知道 今屆的狀態 他簡直是由歐聯決賽開始犯錯到現在 唉 你不要提了 你在黃馬上說了一年了 一代的鋼門真的搞成這樣 他現在不是鋼門 他現在是生手鋼門 現在是 嘩 嘩 這球就 這球就真的 就這樣偷到了 搞定了 7-7都不敢看 珠狗物如說 嘩 你看那條舌 是散熱的 你以為你有舌嗎 你以為你有舌嗎 我也有舌 我叫下坡 鬥場 兩條舌 很簡單地 4-1 其實這球很明顯 完全是卡斯拉斯的問題 看得出來 卡斯拉斯 他怎麼會這樣塞 你怎麼可能 一控的球 但沒有人走那麼遠 你自己看到 他自己也有反應 他自己也開始有反應 因為 一控的球 跌得那麼遠 來腳一控 那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得夠了 沒有啦 而且一控其實應該是 應該是控去窄位那邊 不是控去大位 沒有的 絕有得賴的 天雨地滑路 沒有啊 這場沒有浪雨 這場沒有浪雨 但他濕大了 其實我們看電視 不是很厲害 不是好像剛才那場 你的電視濕了的話 那就麻煩了 我們根據畫面 你見畫面也有點反應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如果卡斯拉斯要賴 就真的賴地滑 賴地滑 真的賴地硬 怎麼搞呢 其實卡斯拉斯 他是不應該控去大位 他... 他左腳嘛 卡斯拉斯 他可能聽過斯朗說 有個雲沛斯裏扭 雲沛斯裏扭 雲沛斯裏扭嗎 這球呢 為什麼他會突然躺下地 躺下地 躺下地 被人狂扮 這樣就... 5比1 失第五球 就是... 我自己 大家... 應該是說 開賽之前大家都覺得 巴西對這個... 西班牙 西班牙 巴西對西班牙 是這個大家遇上中的決賽 沒有啦 不可能 今年這樣交換 那又未必 西班牙上屆第一場都輸給瑞士 但沒有輸到5比1 輸1比0 那我就不可以了 那就是 有什麼不可以了 但是一組有兩隊出線 他出線的機會 還有機會 你看他出線之後 可以對哪一隊 對 不過以他這場球的表現 就... 不用想了 除非換了龍門尖 其實他後面另外那兩個後衛 中堅 其中一個是山朝拉莫斯 另一個是碧姬 已經立即衝回到底線 因為卡西亞斯是失了位 其實整場就 bridge 其實你打算了 不要說這幾球 那些球都已經失了位 整場不知道做什麼 那一邊發掘了 他基本上是在夢遊 一走 一走 再被諾班再級 再打 第三次上 沒有啦 老實又未必可以怪龍門 但這對中堅來說 都是很性感 真的是很性感 只是拉莫斯叫好一點點 阿碧基 還有6比1 穩固 幸好這球放上去 先恐怖 諾斌這一球 諾斌這一球才恐怖 抽到處斷了 卡斯亞斯說終於回到和馬訓練 好像被人練把 這樣才會像他 之前可能屈開人機 西班牙沒有東西 之前沒有人屈他機 最終這場球荷蘭就贏西班牙5比1 雲高二日心想 你們小朋友吃好一點 送我上路 打回爭氣球 也是的 還是那一句 十六琴止步 荷蘭算了吧 看人鬼回家 應該不會那麼差 我覺得應該八強 我想都有 有八強 真的有 真的有八強 如果他最終第一的話 他就要對A組的首名 八西? A組次名 即是康尤比亞 如果他現在已經肯定是A組首名 經過這一場之後 暫時是 暫時是 如果我這樣計算 我當他澳洲怎樣都贏得到 老實說 荷蘭怎樣都贏得到澳洲 不用理會了 澳洲在他們身上贏得到多少球 對 然後就是荷蘭對智利那場的變數比較大 西班牙的 只剩下那兩場自己想好他 我不敢說 所以如果到這個時刻來計算 荷蘭應該在B組的首名機會都比較高 然後他對回A組的次名 A組次名 我說了一定不是巴西的 即是黑羅地亞和墨西哥爭 或者Franke說的那種黑墨龍有機會 幸好Franke說中了 荷蘭原來是對黑墨龍 那就入到八強很大機會 希望吧 我是這樣看 唯一是覺得荷蘭到時候 如果對著黑羅地亞才算是麻煩一點 絕對是的 Kelvin你覺得 就這樣看完這場先 我們不要理會智利那場賽 看完這場我覺得 巴西對西班牙剛才你所說的冠軍 那個決賽那個 遇上的決賽 遇上氣碼有機會在十五強上演 A組的首名 對B組次名 B組次名有很大機會是西班牙 我想智利和 澳大利亞 不是 OK的 澳洲 通通通通通 澳洲 那都抵擋不住 對著這兩隊都 思智其實就看他們雙防守中場 圍到現在伊斯蘭的表現 好關鍵 看看西班牙有沒有能力猜爆 這場球最終拿到Man of the Match 當然就是那隻狗 對 那隻才有很多狗 有很多隻狗 有一隻叫洛水狗 另一隻叫魂沛狗 魂沛狗 魂沛狗就是 豬狗不如 狗都侮辱他了 那這場球 其實 又是58對42 他們喜歡拿球 這麼巧三場都是58對42 拿球 你要明白 58對42 這個是90分鐘的計算 那他計算一下 計算到差不多就不想再計算了 於是就照樣copy過來 這樣也行 拿球蛋 你看看西班牙是紅色 荷蘭是橙色 應該是紅色和橙色 應該是綠色和紅色 應該是綠色和紅色 九至十次都是尼祖的莊 不是他 有機會 殺人王 但問題是 那十八個 有好幾個 其實我昨天 都挺殺人王 即時我也有寫 迪惠 迪根斯文 迪根斯文 其實也差點拿紅牌 他差點拿第二張黃牌 走掉了 好像說走掉了 看到他的 comment 走掉了 所以其實 差點我覺得 應該是 就是荷蘭打少一個 但是很幸運 那個不給他一個黃牌 後來就 換人家一換 就換了迪根斯文 和迪惠即走 安全 就換了迪裝進來 那就很安全 對方很不安全 很危險 十三次射門 有十一次中 荷蘭 很正常的 才看到 攻勢也是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去荷蘭 差點比較少 應該會反轉 對方精華 就按目標 十一次 更多於對方的鏡頭 更多於對方 射門廁所 更多於射門廁所 所以就 看得出形式 他後來 好像六十幾分鐘 就把迪亞高高斯達 換走 就換了 廢托 那麼大問題 即是我們看那個台 那些人開笑地說 廢托 廢托 有名字是廢的 換出來托 就是 就是 正確是 正確是 其實這是一個事實 為什麼你也要換走迪亞高 哥斯達 因為他剛剛雙魚 雙魚 你也要讓他休息 在歐聯決賽 大家都知道 九分鐘就完結 對 我們在這裡眼見 那一天 現在他就回來 復出 但你也要給他一些時間 再回復 但這場球 其實看到他的狀態 也要回來 八八九九 他本來是包西出生的 回主場 回主場 這就是他的主場 那倒是 讓我看看 Fanky如果老實說 你不要當自己是邊隊 即是粉絲那些 不要來 你昨晚看到這樣的情景 你有什麼感覺 五比一 沒想過炒得那麼厲害 真的 他們忘記下鹽 雞蛋六隻 糖這兩茶匙 有一點糖一點 哈哈哈哈 這場球結果搞到這樣 剩下的那一場 老實說我還沒看 智利對澳洲 那就對了 今天早上 猜一下澳洲誰入球 不是 我不知道 你猜 你猜吧 就是不知道才會猜 我知道答案 你猜吧 智利3比1 贏澳洲 澳洲誰入球 你肯定會的 不是我上集有說過的維道卡 不是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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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書華3嗎 你也可以 書華3沒有入 寶師來自一笨 寶師來自一笨 我連精華什麼都還沒看 我其實還沒看 所以就叫你猜 誰入球 誰入球 你看 猜啊 猜啊叫你 我猜猜 我猜烏龍 猜老烏 老烏 Fanky呢 他不懂 是不懂 代書答你 我知道 很簡單 後防中場還是前鋒入 還是對家人 還是對家人 我猜的 我猜的 中場 OK 你知道 我知道 答案 開猜了 中場 卡希爾 是Tim卡希爾 還是要靠他 34 35歲了 搞什麼 老實說 講回這場球 智利對澳洲 澳洲進來之後 抽籤之後 都已經舉過 同聲一哀 就看到 他白起來了 你看他的襪子都白了 以前穿著綠色褲 綠色襪子 現在襪子都變白色了 不是很方便拿起他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看出去搖 我來遠看前面穿著衣服 來遠看前面穿著衣服 對了 這也是其中一個項目 大家要剝光珠 對不對 他會不會這樣 這場被人剝光珠 夠性感 其實不算太性感 但你要明白澳洲 但你看到他的轉身 真的 很瀟灑 你們這些人 你看一比零 這樣就沒有看到 那一比零 第一次被射球 就是要被射中 你底部是這樣 掉到那個位置 剛好被他們當家射手 生齊斯的腳架 哇 真的吃 好、力之生齊斯 這樣撕 他這樣打下去 沒人看著他 沒人看著他 沒人看 沒人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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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脾夢 山齊斯都有些少肚烏氣 山齊絲,在巴塞的... 這次扭掉了,我們去第三次了 頂不到,然後一... 沒有,其實澳洲龍門已經算回得快了 他算反應快了 他算回得快 其實他前面有後衛扯著他的 你見其實他剛剛第一次撲掉了 他知道他已經馬上衝回去 其實他報個位是回到的 前面有後衛扯著他 其實是有點非戰之罪的 這球球也沒有辦法 其實澳洲的實力真的差兩班 不止一班,是兩班 所以... 沒有辦法的 你也看到,智利的球員 普遍的質素都比較高 他全部都是踩到散開 你看看剛剛這一下攻勢 你見過11號打斜射下去 就算是兩個黃衣都擊不到 兩分鐘左右 其實華迪維亞 華迪維亞不射的話 他左邊還有一個選擇 都是空的 但他選擇直射掛摸 喂 大哥,當你斜射進去 別人兩個夾都夾 我看到澳洲三文治原來是沒用的 夾不住的 全部夾不住 你說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不會不射呢 那倒是 對著 那班後衛又不是那些極速散出來 你說對著可能拉莫斯 阿泰阿菇斯華立刻就撥去左邊 你剛剛看看剛剛 根本就回不及身 都還沒回身 不要說回身 根本就是跳不起來 是的 根本整班都轉身 幹什麼 整班後衛又轉身 就是整班掛著在看球 我們就是整班掛著 整班都轉身看著球 然後又轉身 所以我不怪澳洲的輸 那… 多數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 轉來轉去還要 你不是看到 澳洲有零星的攻勢 就算推到下去 被人家致力 你個人都是失重心跌 失重心跌 失重心跌 隨便炒一球 然後九樓 對 那連身體女抗性都輸了 其實你期望澳洲可以做到什麼 他以為澳洲是大分一點 可以撞餐智利 以為他們都是白種 他們是大分 只有體型上大分 但是炮 但是你身體的對抗性又不夠 硬度又不夠 還有你技術又操之大業 那你可以做到什麼 我看到很熟悉的臉口中間光頭那個 是比斯安奴 是不是他來的 23號 23號 就是他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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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整條中場是他和卡希兒 真是 比斯安奴和卡希 比斯安奴是35 卡希兒 卡希兒 你看這個精華 我以為卡希兒 卡希兒的頭鎚真的沒有進步 沒有退步 沒有退步 還是這樣厲害 還是這樣 還是靠頭鎚屈人 他還可以一按下去 是壓住你的位置 拿回一球 哇 那些袋鼠都拿出來 其實他預先去套智利那隊中堅 他預先去套智利那隊中堅 他預先去套智利那隊中堅 我們看到他一直衝上去 他去部位 他在等… 等… 刺激 是 沒有… 沒有 他整班人跑不動 前鋒走開了 然後塞進去那邊 給斯安奴 但是很奇怪 現在這個才是第三十幾分鐘 即是他今屆 世界盃是第三十幾分鐘 整班澳洲體育都不是走動得很厲害 你看到智利那班人 因為智利主公 走動你就知道 其實… 你說吧 沒可能是一個… 即是一個… 入到決賽之後的球隊會是這樣 你知道澳洲嗎 澳洲 其實澳洲的對手呢 只有一個而已 那個叫伊朗 另外那個日本和韓國呢 基本上都不是很大威脅 對他們來說 他們基本上都不是一個威脅 那倒是 你澳洲在亞洲 澳洲在亞洲的最大威脅 就是他們的身體形勢 他們是大份 但是他們沒有技術 下下都是靠粗之類 整班高挑大棍 就是整班高挑大棍 對呀 對香港都贏了一顆你就知道 但他又不是好像… 他說這些 即是他那種高挑大棍 又不是好像英格蘭那種 沒錯他也是打高挑大棍 但問題是英格蘭呢 多一點點煩人數 起碼多程遠射先 對呀 有一個澳洲的攻勢 比斯安奴 是靠你了 不交 死也不交給你 他不是不想交 他是沒有人交 交不錯 你看看禁區 有多少個黃衣 多少個紅衣 不要走在死位 師傅 陰公主 你看看你多辛苦 你看看後面那些後衛 沒有一個是希望進來的 這個是比斯安奴的警蛇 你不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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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叫我進來 你不要叫我進來 搞亂檔 你看到整場球 你根本就是次地 智利猜猜猜猜猜 智利猜猜猜猜 不要開門 沒有白街 不錯不錯 轉到身 但這個有沒有鷹眼在 其實有鷹眼 這些會有鷹眼 有鷹眼 這些球不用鷹眼 什麼時候用 他還沒拍到 還是他不拍 應該是之後才出的 他看了多個慢鏡 他看得多漂亮 給肉眼看看 肉眼看一看 肉眼看一看 像沒事 鷹眼蛋 再看最新的科技 鷹眼 還沒過了 路過 最右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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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踢出來 這位堅信 沒事 頂得住 還是2-1 澳洲還有攻勢 不是真的太有限的攻勢 真的是田雞色插回去 射了去變 一養自己整個人都養了去 這些 沒辦法 只有他一個射 沒辦法 對 整班戰士還是很開心 當然是2-1 當然了 在贏中 有誰不開心 那就對 你看這個球又是誰 你猜好像當年不知道哪一隊 打那些什麼杯 都是全部輸多少球 都還是很開心的跳舞 你說大溪地 大溪地 那類朋友 那些是自助參與 那些 其實那屆大溪地 反而不差 那些是Happy Football 正常形成 都是大洋洲的代表 是 其實澳洲如果不轉到亞洲 隨時都是沒有世界盃打 沒有可以打的 你大洋洲那個 你大洋洲的冠軍 你還要跟 南美洲的冠軍 爭最後一個位 不是冠軍 南美洲的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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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對了 你是大洋洲冠軍 你還要跟南美洲區的第五位 爭最後那半個席位 那你說 基本上就不公平 你說澳洲在大洋洲 你哪有得踢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過亞洲 那時候是對烏拉龜 我記得 幾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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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對自己科蘭 今天開始變成紐西蘭 不是 紐西蘭對烏拉龜 對 那當然還是沒有 至你三比一 已經是九十分鐘的時間 絕殺了 這球拖到很久 因為都被澳洲拗一下痕 隨便攻一下 做個樣子 然後九十分鐘 空氣而出 就搞定 三比一 三比一 沒錯 拖頭 搖頭炭式 沒有辦法 只能夠說這個球 射得很漂亮 其實也挺刁鑽 有一次尼馬球 射的位置 和人馬達閘之間 射的 也叫過草式 門將也挺難破 你沒有辦法 而且你想想 巴西 今年巴西世界盃的草地 場地比較濕滑 所以你看到整件事就是 嘩 你要嘗試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去找那個 那個位 還有很多人都還沒適應 所以很難去做一件事 令整個攻勢流暢 這件事 嚴格上仍然是 世界一杯初頭 很多球隊都必須面對 所以沒有辦法 這件事 所以分組賽 又不是試球 對 頭那一兩場 都是試球 絕對對 只能夠說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想不到辦法 去做其他事情 多點做遠射 有些機會 可以試一下 多點做遠射 因為說明今年的球 是比較囂張的 所以可能 可以射高飛曲咀 可以射高飛曲咀 可以射多點佛球 咦 繼續派佬 派佬說 你隨便拿個西瓜球來射都可以 我都入的 派佬 喂 西瓜球都放到西 死未 由以前那個年代 那些球開始 到現在 西瓜球都放到西 死未 西瓜球落西 對 應該還有一個攻勢 這個是 過回入球 為什麼反而有回入球 這麼有趣 過回入球 對 總之就是這樣 3比1 這個字 都很驟 幸好沒有看 都不打算看 其實這樣說 這場 免費台 幸好沒有播 是嗎 對 收費台播 但我決定睡覺 要給錢看 我給了錢 但我睡覺 你不要說 我給了錢 這場 我給了錢 但我決定睡覺 因為睡眠時間 何假呢 對 你想想我 還有兩個節目要做 那你 不睡覺 怎可以 威 威的了 所以你說 真的 沒可能看完 這三場播 哇 綠色 終於有不同 這個真的有不同 有做事 63對37 給錢看 是不同的 對 給錢 他可能知道 這場播要給錢 所以這些 比較緊 Premium Rise的比較緊 對 這場播 最終智利 射門次數 一射9中 澳洲13 射6中 即是浪射多 可以這樣說 卡希爾亂頂 比斯安奴亂射 亂射 亂射 一個頭一個腳 射到九丈軟 犯規就是澳洲 當然是多 因為一群人 根本跑不動 一轉身 你轉不到身 就拉跌你 對 就是這樣 你要明白澳洲的國技是籃球 即是V7 他不是足球 他的國技是籃球 沒錯 所以我們習慣了 他本身有很多 打不到籃球的職業運動員 於是就 好像尼爾那些 對 即是他本身打不到籃球 然後就 先踢足球 還是踢 只要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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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好看 好看 好看 所以就變成 一轉身 習慣了 在血性中 你明白嗎 對 你看以前阿尼爾那些 多大的 你知道嗎 澳洲以前 專門用來做Match 他嘗試做一件很差的事情 就是他嘗試去捉袋鼠 他轉身就捉捉袋鼠 他轉身就捉捉袋鼠 然後袋鼠飛的時候 就叫他轉身捉 在場上 在場上 像智利一樣 很快 他轉身就想捉 一捉就發規了 對 發規了 最終我Man of the Match 就是阿歷斯 正常 這場球 正常 二四一中 一入球 對 他現在還有這樣的 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球場 很難 360度 這是Google Map的影響方法 對了 Frankie你覺得 你暫時看這個場 這個景 氣勢磅不磅磅 氣勢磅不磅磅 漂亮嗎 很宏偉 你有過大球場看球嗎 有去過大球場 沒正式看過一場球 但你有過去嗎 有 你有試過有機會 偷雞上草地嗎 那我沒有 在草地邊走過 那也OK 但你覺得 就這樣看 就這樣看 你覺得 這個亡偉一點 還是大球場亡偉一點 那當然是這個 面積都好像 面積都應該巨型 不然現在問一些這麼淺的問題 你又說刁鑽的 對 很刁鑽的 很刁鑽 很刁鑽 你看看 龍場和球場 哎 你問他有沒有踩草地 幸好他說沒有 這個才是問題 我沒有踩 那是泥地 我不踩 我的鞋很漂亮 我們弄花鞋底 對 這個頭場是今年新起的 總共載到差不多四萬人 接近四萬人 你不要說 其實很多場都坐不滿 除了巴西的頭場之外 很多場都坐不滿 他不是坐不滿 他根本沒得坐 還沒起完 是否有七味乾 不是 西班牙那場 據知有很多賣黃牛 炒洞黃牛 在外面 就不肯進來了 炒洞黃牛 買不到 沒有人買 沒辦法 最重要的是 你有很多球場 因為趕工 大家都知道 巴西的世界會 有很多不漂亮的新聞 例如球場改不設進度 又或者是 配套設施 對 配套設施 球場外面是十里的農田 對 這個氛圍 對 這件事 會令入座偏低 老實 大型運動城市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是 戴不旺的 對 絕對是 既然是這樣 我們也說一說這組的積分榜 其實也不用怎麼說 荷蘭一定是暫時榜首 因為有五個得球 至於智利有三個得球 排第二 第三 是澳洲 因為失少兩球 因為失少兩球 這組肯定沒有四零部隊 對 為什麼 大家入球了 對 對 全部都入球了 肯定是 最少入球的 西班牙排包尾 你什麼時候聽過西班牙排包尾 正等的 在未開賽的時候有機會 排字母 排字母 不是 世界杯並不是跟字母鞋 總指 跟總指排 沒有錯 但他排第一個 應該排第一個 一插下去 第四 踩一條curve 都是那一句 這麼久沒試過 就試一下 玩一下 沒試過排包尾 沒試過考到尾 對 搞到這樣 這一節我們可以再講多一點新聞 對 有 講起西班牙 其實我們可以講講法比加斯 那件事 你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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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為什麼 你開心嗎 我開心 我也不知多開心 原來法比加斯 跟你也有關 對 對 但其實這樣算 現在法比加斯 他之前那番言論 你覺得他會回去被人斬嗎 慢著 先說給大家聽 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之前 曾經在轉會巴塞龍亞之前 他說過他一輩子都不會穿 車友士的球衣 不然他會被人 不不不 他會說 You have permission 你有權限 去殺了我 去殺了我 你可以 儘管試一下 你可以 但不代表他不請目標 對 對 你不必再回答你 不關我事 如果你請我武必再回答自己 我不會說 對 但大家都應該清楚 近日法比加斯正式 以3000萬磅的轉會費 由巴塞龍亞正式轉會到車友士 將會穿起4號球衣 他最喜愛的4號球衣 成功被他穿了 老實說 兩位車友士的球迷 你們可否去審理一下 可能沒有下殺突的情況下 在這個瞬間他還沒離開 我說可能 我說可能沒有了 不要緊 他可以補回馬達的位置 都可以這樣說 有個法秘公司 怪獸公司 證明我還沒睡醒 好 如果還沒睡醒 多點三點打給你 通常我通常的電話 好 法比加斯對於中場 因為沒有林伯特 整件事 中場會更好看 對 沒有林伯特 沒有林伯特 這個鐵人真的挺重要 但法比加斯的功能 和林伯特 其實真的差一點 老實說 但是差一點的 純粹剃一剃 剃一剃的意思 剃一剃的意思 半季之後又可以走 可以遲些再找一個好一點 或者可能夏薩特 最終不用走 那也是 Kelman呢 首先講一下夏薩特 那裡 夏薩特 因為夏薩特 其實一直很喜歡十號 金屆 金屆給他 下屆將會 車道士會給他十號 上屆誰穿的 九達 九達 九達走了 九達回到九斗 所以之後 現在他正式穿車道士 因為他國家隊當然是十號 現在車道士也穿十號 我想這個球衣上 會有機會吸引到他的流隊 他自己也開心 這麼膚淺 那始終還小 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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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歲的人 十多歲 他自己推特的都表示很開心 可以穿十號球衣 那留下 樂觀的 樂觀的 我又想到宋偉琴 說這些 我穿十號 我穿十號 只欣喜我是誰 所以 哈薩特就不擔心 反而 你說林柏特會走 法比加斯加盟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 你也知道法比加斯和林柏特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就是 打架打天光 當年阿仙奧的時候 打了幾次 其實打了幾次 其實打了幾次 是嗎 打了幾次 對 打了幾次 包括泰里被踢爆頭那次 打架 聯賽杯決賽 我想一個走 兩個都很難同隊 一定打架 訓練場已經打定 對 所以 他加盟 令到 奧斯卡 又可以幫忙一下 又不用處理防武 當然 不用處理防武 因為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你買馬達 又買回法比加斯 其實 又 未必同功能 因為 給我感覺法比加斯 是可以打後一點 其實是 這一年 這一三年 在巴塞 法比加斯 其實是把 由防中到 正中鋒都已經 把他開發牌 他打過架狗 開發牌 因為 摩連奴其實很喜歡打架狗 對 他自己也是 他真的是一隻狗 對 繼續 他很喜歡打架狗 法比加斯 因為他現在正在用 舒爾來打 如果需要用到架狗的時候 需要多一個人去做他的剃補 明白 因為他現在沒有前鋒 哥斯達又不知道 阿古哥斯達基本上是來的 都是來的 你不知道他做完神射手 要買六千萬 或是啟用他的條款 你一定要啟用他的條款 神射手基本上也不像他 如果他表現很好 也不可能是他 表現很好 或者未必是神射手 加價 或是一定要啟用某些條款 然後加薪 摩連奴 我想他們都是想 立即在世界盃之前 簽一件 其實他本身想簽 他用五千萬元險簽 險簽 險簽 就想要險簽 阿古哥斯達加 路易斯 打包 再加上阿古 打包 即是五千萬磅 三件 打包 現在不知道行不行 到時候再看看 怎樣安排 還有米基爾 拉美利斯又開始傳聞 但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太易放 有機會在皇馬 因為現在皇馬有興趣 安策略提 舊部 魔連奴也有舊部 所以有機會成為 魔連奴也有舊部 魔連奴也有舊部 有機會成為 魔連奴也有舊部 魔連奴也有舊部 魔迪的籌碼 即是 例如 現在全國說 買魔迪 即是車軟士買魔迪 拉美利斯加一千萬 那又值得 值得玩 對 那一千萬 人家當然不用了 現在就說加碼到二千萬 但防守力會差很多 對 即是沒有了 拉美利斯 沒有了米基爾 沒有了林克特 三個 雷斯 剩下馬迪 剩下劉隊的馬迪 加上新加盟的快比佳斯 有機會打防中 究竟 少少民民 會不會有些性感 魔迪的畫 就真的很性感 是的 那一條 真的只剩下一條 底底了 紅底橫 你穿了沒有 男底橫 是的 男底橫 你穿了沒有 老實說 對於我來說 一個法比加斯的 看著他 從小到小看到他 看著他 看著他大 真的看著他大 這件事不是我說的 但起碼用阿仙奴粉絲的身分 其實我覺得開心 是 曾經有人說過 有些阿仙奴的球迷在網上 寫文章說 發比加斯 你不應該去車友士 因為兩隊都是倫敦球會 因為他們其實是半世仇的 半世仇 沒有阿仙奴二次那麼厲害 但也是一個爭標對手 所以也是叫做世仇 因為都是倫敦球會 但其實他簡單說 為何會這樣走 就可能當成是過冷紅的方法 其實巴塞過冷紅 其實不是說過不過冷紅的問題 老實說 你問我 你在阿仙奴有機會拿冠軍多 還是在車底有機會拿冠軍多 那就是了 現在球員 為了什麼 為了冠軍 就是了 你想想過去九年 你想想過去 認真說 八年八年 其實這件事我認同的 過去八年 你今年有拿了進風杯冠軍 所以今年是斷了 對上那八年 你想想阿仙奴有拿過什麼 有拿過中杯亞軍 那邊 中杯亞軍 阿軍 阿軍是不算的 歐聯亞軍 對巴塞是不算的 實際很多東西可以算的 就是這樣說 還有那些什麼 油獎杯 安泰杯 那些我送給他 黑塊牌而已 黑塊牌 去旺角弄兩塊 就是了 旺角的油獎鋪 快要10元20塊 是嗎 這麼便宜的嗎 講個銅牌 喔 那些牌 很認真 你看整件事 人不為己 人不為己 人不為己就是天豬地滅 那你老實說 你真的回到阿仙奴 你跟回雲家 你能做些什麼 對吧 和奧斯爺爭正選 你和奧斯爺爭正選 又用什麼 你想想 現在整隊阿仙奴 有多少個的中場 誰輸啊 整隊都是中場 基本上有六七個是出名的 再加上法比加斯 法比加斯踢什麼 踢中堅 你們先踢正中鋒 我知道 文元 這個很難 NBA有一個新章 不是有一個新章 有一個很出名的章 飲水機守護神 飲水機守護神 對 法比加斯可以做 我幫你按支水 對 整件事就是 你法比加斯回阿仙奴做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在當年 法比加斯去巴塞隆那 那時候 阿仙奴是一條條款 跟巴塞隆那簽的 就是只要 在買人的資 即是有任何人去買法比加斯的時候 阿仙奴是一個優先購回條款 只要大家都用三千萬磅的話 阿仙奴是有優先權購買的 即即即即即即是法比加斯 答應了那張定義 是去車仔也好 如果阿仙奴是有出門 有offer contract的話 是阿仙奴先的 即是他一定要先回阿仙奴 但是 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的新聞就是 原來 由他 由法比加斯 由簽和車仔談 到他簽約車仔 阿仙奴是沒有動過手 即是他完全放棄了這個優先回球條款 即是沒有要 你怎會要一個 即是他本身是 阿仙奴有一點爭拗的 就走 拿不到換歸 即是另一件事 即是另一件事 你講回整件事 你如果有一個有用的球員 那你是不是應該用極力去 那你應該用極力爭取 你還有這麼大的優勢條件 你有優先回球條款 為何你會不用 為何會有球員去競爭對手 所以這個是戰術上的考慮 剛才那個真的太多中場 即是他覺得法比加斯 回到車仔之後就會爆炸 變成大衛雷斯 要來也沒有用 即是阿仙奴 那就不應該買奧斯儀 那4000萬買奧斯儀 3000萬買奧斯儀 那奧斯儀比較值得 那你也對 嚴格上是對 但我也是那句 我覺得雲家這樣做 車仔 我覺得你今次做得非常好 我一巴掌都沒有 做得非常好 我很開心 還有阿仙奴呢 在這條條款裡面 合約裡面 他同時也都 因為當時是用27M 2700萬磅去賣給巴塞 那如果這個價錢高於2700萬磅 買法比加斯 有人在巴塞買到 他可以分到當中一半的利潤 那有鬼肉 即是現在又收錢 阿仙奴 這次賺了3M 那巴塞 那阿仙奴是收1.5M 收1.5M 這條款 人家一向最好玩這些 人家最好玩這些 人家什麼 經濟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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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真的叫教授 那又賺1.5M 因為他完全跟阿仙奴沒有關係 是 那我明明他不回購 還明明他不回購 現在應該是雜誌 現在只剩下一個 買到一個 買到一個超級新星 未來超級新星 未來世界做球選手 未來世界做球選手 然後會去玻璃腳 然後做文員 那些情節 那麽熟悉 那麽像那個 那麽像剛剛去到那個奔特利 對 誰可以在狗鬥入三球呢 話說這個前阿仙奴清粉 大會是奔特利 是阿仙奴清粉 前阿仙奴清粉 也是阿仙奴清粉 是阿仙奴清粉 這是阿仙奴清粉 之後 因為 去到諾維治 因為一指 上一指 大約就去了諾維治 這個不得利 踢過右翼的 也踢過二次 最後 今年 最近的消息 就是因為找不到新的球會 是否去玻璃班 是 踢過玻璃班 13球 就是入爛還是三球 沒錯 沒錯 但是 之後就找不到班 沒有球會肯收下 於是他也決定把心一環 就真的做文員 就決定退休了 做文員 不知道在哪裏 管他 總之就一個 潛質明星又就此沒落了 可惜一點 年中也很多 其實也不可惜 他也沒有見樹過 反正 入萬聯三球也不叫見樹 那他不在阿仙奴的身份入 那倒是 那倒是 那就沒用了 是吧 暴力班也不知道在哪裏 暴力班也一直在踢暴力足球 現在已經變了拳館 暴力班拳館 暴力拳館 暴力拳館 暴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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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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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兼犯 考慮的 地下裁判員 其實都是 dog 逆 keynote 好啦 都 brag去爆說を 是時候休息一會 回來 跟我們一起猜 接下來會怎樣 ervation 好 我左手是衝上雲燒 右手是um call你三十六小時 左腳是亞洲先生 右腳是香港小姐 我是为大家分析电视电影的 白士特影视专门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线